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哇哦 里面这车看来是没有办法保存好了 只能把它撕坏了 里面的第一个玩具就是我们的闪光金卡 哇哦 好酷啊 是我们迪迦奥特曼的一张卡片 这个上面写的是点藏黄金版的迪迦奥特曼 后面是我们奥特ABC的图案 这张卡有一种那种凹凸不平的感觉 就是我们这个图案是有凸起来的感觉 而且颜色特别的帅气 还有点变色的感觉 是不是很帅啊 这就是我们得到第一张卡 玩具呢就是这个 我们迪迦奥特曼 好了 我们这个是字母T 要怎么变身呢 是这样 把胳膊收起来 这边也是 头部收起来 这就变成一个字母T 是不是一个T啊 可以这样写下来的 然后变成我们奥特曼就很简单 把它头扳起来和手臂打开就好了 就变成了我们迪迦奥特曼 这就是我们得到第一个玩具和第一张卡片 但是现在里面其实还有一个惊喜盒在这里 我们把它打开吧 你们猜一下里面会得到什么呢 哇 好酷啊 今天运气真是太爆炸了吧 我的运气实在太好了 得到什么纯金版的 迪迦奥特曼 哎呀 好硬啊 T字母的一个玩具人偶 哇 全身上都有金属质感 很帅啊 有没有特别想要我们这个玩具呢 去哥 这次一定要把它收藏起来 然后这是我们第一个盒子里面得到 没想到直接得到一个纯金版的 哇 太酷了 应该是这个纯金版 应该是我们这个系列里面最珍贵的一个了吧 我们来看看 啊 隐藏款是总共有两款 一个是纯金版的我们迪迦奥特曼 还有一个是隐藏版的捷德奥特曼 这个是银色的 不是透明的 当然我还记得有一个透明款的 看来去哥还没有完全把它们全部得到手啊 应该还有个透明款的 啊 太开心了 没想到得到一个纯金版的迪迦奥特曼 好帅啊 好 我们来开第二个这个惊喜盒吧 上面有一个是布鲁 当然先把我们这个能看见的拆掉 哇 这张卡片也是我们这个迪迦奥特曼的典藏版 但是这两张卡名字一样耶 但是这两张卡完全不一样 嗯 这个是完全就是那种带闪光的 不是特别的金 这个是完全金色的 后面的背景都是一样的 所以我们得到这张卡片 我们先放到一边 然后把这个打开 看我们得到的是谁啊 哦 是戴眼Q 虽然不是那种特别珍稀稀有的级别的玩具 这就是一个正常的小怪兽 如果想让它变成Q的话就这样 就是字母Q 这其实有点像一个镜子吧 是不是 小朋友们 那么今天曲哥的烙玩具就是这些了 万万没想到得到一个纯金的奥特曼呀 那么下期节目呢 曲哥还会继续分享各种有趣好玩的玩具 喜欢玩的节目的记得点击订阅哦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 拜拜